这个星期日 继续上演中年好声音第四部曲 导师分组赛 情歌PK战 红组虽然上集最低分 梁凯婷被淘汰 但是这集会有对中黄牌 五大强出战 相信红队应该可以扭转劣势 连隔离队都视它为竞敌 谁是你们竞敌的 每个都很高手 真的很难说 我喜欢彪哥哥的表演 吹口琴 吹口琴 所以牙齿都非常好 除了吹口琴之外 他前面还要吹口哨 口哨加口琴 你看到台上的那种松容 实在太厉害了 唱《阿浪子心声》的 Sam那首歌 这首歌是很容易唱 但是你要唱到好就有难度 因为里面的歌词很有意思 很励志 要唱到感情之后 因为要加很多感情下去 所以我都秘密练兵很久了 虽然吴大强秘密练兵 但是男队和陆队都不甘事弱 好像罗金榮和周吉佩 都出动自己的杀手锏 自弹自唱 我的经典歌是《海阔天空》 但最难的地方 反而这次不是唱 我最惨的就是要弹 有些solo要弹 我练到手指已经爆了 好惊讶 我今天特意杀着 因为其实已经出了水泊 我自己少弹 出了水泊 但是我都希望可以wrap 让它没那么痛 唱《分分钟需要你》 这个首歌有没有挑战 你觉得没什么挑战 因为我自弹自唱 习惯了这个表演方式 而且最重要是 老师说唱得比较好 想着你喜欢那个人 那是想着你的 想着我的女朋友 其实已经是未婚妻 恭喜你 上集男组相理组合 京葦耳珊的特训 有脱胎换骨的提升 同样是男队的姿曲儿 都说Rita老师 让她打开唱广东歌的大门 我想趁这个机会 真的很感激Rita老师、韦老师 因为我觉得她打开了 我这个广东话的世界 她收拾我很多不同的发音 即咬字 和不同的唱法 和我以前唱英文歌的预计 我觉得我两个星期促成班 她教我很多不同的发声位置 好像打开了我任督而闭 原来我还有很多地方 还没发掘在我的声带里面 所以在这里真的很感谢韦老师 现在对于广东话的歌 是不是也很有信心 我觉得我内念了很多 即是我以前懂得放 但未必懂得瘦 但是韦老师教了我一些 不同的摆位方法之后 我觉得原来广东话的内念 我都可以驾驭到 希望今天这个表演 在毫无紧张的情况之下 可以让观众听到 另外一个Venus